早晃七派客房內就能看見台北101頂樓還有戶外景觀泳池 台北市大安區這間五星級飯店 強調要帶給旅客賓至如歸的豪華享受 但美籍航空公司空姐入住期間卻受了傷 當時這一名空姐走出飯店大廳 準備要去逛夜市 不過因為天色昏暗加上天雨露花 所以他沒有注意到這十公分高低差因此摔傷 植栽那你一直在休息 那當然你的植栽的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沒有所謂的老基法的年資的累積 那當然就會影響到你所謂的升遷 以及就是年終獎金的制度了 天性空服員這一摔肩膀手腕膝蓋 以及腳板多處挫傷 他控訴將近兩年半的時間都無法工作 最後甚至被解雇 要求飯店賠償醫療肺不能工作 損失精神餵腹筋等等 一共一千八百四十四萬 業者反駁步道上有鋪醒目的紅色地毯 而且空服員邊走路邊玩手機 還穿細高跟鞋才會釀貨 最後臺北地院認為 飯店沒有放置警告標語 但空服員部分就診紀錄 也沒辦法證明跟意外有關係 判決業者必須賠償四十四萬多元 空服員一開始事發時的證明就診紀錄上面 只有身體的左側受有傷害 但後來卻一併以身體右側的傷害 來向這個飯店做請求賠償 那法院認定這兩者之間 其實你很難證明有所關聯性 對此飯店回應 這是五六年前的意外 法院已經做出判決 不方便發表意見 而重回飯店 現在不但門口有紅色膠條 也立上告示牌 業者只能做好安全宣導 避免意外再次發生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